針對新竹市長論文門抄襲風波事件 台北市議員王鴻威現在在揪出新的市政 說這個時間序根本就兜不攏 王鴻威希望林志堅趕快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再閃躲了 透過他的幕僚 說 他的論文啊 是在6月26號 完成口試 好 那麼這個是 比結案 報告 7月2號 還要在這個日期之前 所以呢 他沒有違反相關的著作權的規定 這根本是鬼扯 我們把整個的時間序給大家看 他講他的講法是 他說 他是6月 林志堅說法 他說他6月26號口試 論文已經完成了 然後7月2號 這個整個委託案 才結束 林志堅的說法 漏洞擺出 而且呢 是說謊 事實上這個標案的 其末報告 在6月20號 在6月20號 這個委託案的 其末報告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 林志堅 在6月26號 他 根據他講 他是口試 所以呢 是 其末報告 在先 他的 口試 論文口試 在後 那這裡面 誰抄誰 一目了然 當然 當然是林志堅 你抄這一份 其末報告 接下來林志堅又說 7月2號 是委託 案 的一個結案 可是呢 我們 在中華大學的 圖書館 可以找到 林志堅的 他的 論文 的這個 正本 他的正本 在中華大學圖書館 清清楚楚印的是 中華民國 97年的 8月 也就是 林志堅的論文出版 是在當年度的8月 所以根據林志堅的說法 他在8月 他不是就已經侵權了嗎 他還硬拗 說是 6月26號口試 好我們持續帶你來追蹤的是林志堅 他現在的論文門 宜雲也燒出了 官學界合作的潛規則嗎 我們帶你來抽絲剝繭一下 我們發現到呢 這個新竹還有苗栗有三位首長 他們的 碩士都是 中華大學這邊拿到了 包括了現在的林志堅 現在應該不是新竹市長 因為他已經辭職了嘛 好 應該說是 林志堅還有呢 楊文科跟 徐耀昌這三個人 他們碩士都是 中華大學這邊 畢業的 那麼就有人分析了說呢 中華大學 當然了他的地緣關係好 在地關係好 邀請官員來就讀 官員們可以拿一個 好漂亮的學歷 當然了 也可以跟官員打好關係 學校方面 他們也能夠拿到一些利益 未來 參選的話 對於這些官員們來說 有一個碩士 學歷來渡金 當然是不一樣的 學者現在就分析了 其實大學呢 用這個在職專班的學位 是在 養標案 通常當然是招攬一些 公務員來進修 因為公務員有些 時速必須要完成嘛 當然 還有許多 我們說的 台面下的 潛規則 好現在知情人士就爆料了 說學校經營好 政商關係的話 絕對是 對學校來說 是百利而無一害 因為呢 政府單位 你未來有些標案 未來一些研究案 你跟這些官員打好關係 你是不是就比較可以 投標成功呢 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 最近中華大學 他們得標的這些 標案發現 竹縣府 3000多萬元市 居管的 第二名也是竹市府 再來是桃園市 跟苗栗縣府 都是竹苗的縣市 拿到他們的標案 那現在呢 對於這些種種的 外界的質疑 中華大學當然也 趕緊澄清了 說這個市府標案 拿的不是很多 在地大學難免真的是 因為地利之變 可以比較容易取得 在地縣市府的 這個標案 那麼業界人士就透露 中華大學真的是 跟 這個政府的關係 是非常好的 因為只有中華大學 可以一次 通吃 成功拿下新竹 縣市府的標案 那麼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 林志堅 他的論文門 怡雲現在台北市議員 游淑惠也爆料說 林志堅跟中華大學校董 李延惠 關係很緊密 原因就是呢 李延惠的先生 楊盛祥是 新竹非常赫赫有名的 昌和 開發集團的家族 那麼他 提到了不少的 建案其實都有走 法律邊緣 但是林志堅上任之後 卻不必行的來合作 林志堅也被媒體問到說 跟李延惠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他很尷尬的笑了幾聲之後 轉身離開 找民進黨的總召 柯建民 來當黨劍派 高掘五星級超跑市長 新竹市長林志堅 深陷論文門事件 台北市議員王宏威赴 中華大學遞交澄清書 因為看到 校方7號發的聲明 強調會在兩個月內完成調查 只是這時間 未免太久了 中華大學的董市長 在你的調查委員會 還成立的第一天 你竟然就讓林志堅 去衝衝衝 讓他加油 中華大學董市長兼 民進黨發言人的李延惠 毫不避嫌 大方在林志堅的臉書留言 挺到底 校董都立挺了 校方真的敢查嗎 李延惠與林志堅 不只同黨身份疑似 還有緊密的利害關係 照片右邊數過來第二位 他是倡議建設董市長 楊玉泉 是綠營新竹地區的大金竹 也就是李延惠的公公 早在2014年林志堅 參選新竹市長時 就被爆料 雙方關係匪淺 北市議員尤淑惠更爆料 李延惠的建商老公 楊勝祥 不少建案 游走法律邊緣 還常遭檢舉 開罰 但一樣在新竹 地產界稱王 林志堅上任後 卻不避嫌合作 本該被審查的建商 卻搖身變成審查別人的委員 難怪兩人關係 緊密堅定 同一黨 同一家 肥水不弱外人田的狀況 李延惠身為民主黨的發言人 然後呢又是中華大學的董作 那被質疑說他幫您就是來加油 好像就是有點開脫的意味 市長 市長不好 好 謝謝 市長那你會去建木學術嗎 市長那你在桃園的第一部有準備好了嗎 總召 總召 一庭到底言會林志堅啟動防衛機制 招來他的師父柯建民當擋劍排 柯總召一天兩度力挺子弟兵 因為國民黨團要調查林志堅論文 原本邀请科技部官员及逐科管理局长 却被放鸽子 天下无敌 你可以继续选 但是到时候人们会怎么判断 你林志坚这个人 你还有三个小孩 你要怎么跟他们讲说 爸爸当年是很抄袭 很厉害的人 我觉得很难想象 从蔡英文 柯建民到李延会 不论再也质疑都说是泼脏水 绿营吉利护航小英男孩 挺林志坚选到底 记者 谢耀珍 年轻圈台语报导 雾化器 哪里买呢 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 同时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看喔 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 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588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